拍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时候 饰演马晓菱的万启文 应该是最不怕台词被砍掉的 毕竟编剧陈十三自出道以来就成为他的舔狗 在亚氏不论是装造还是台词 万启文都是最出彩的 为了追悼女神 舔狗陈十三不断努力 最后还挤进了亚氏领导层 陈十三的暗恋史就是一部奋斗史 本期的Blogg刀刀就和你聊聊 亚氏鬼才陈十三是如何报得 美人归的 如果不是爱上闪闪发光的万启文 当个港圈金牌旅也就像那些前辈一样 陈十三和万启文初次相遇 是在大提琴雨点三八剧组 当时万启文是女主光芒四射 而陈十三是和女主挖杆子打不着的龙套 别说是对手戏 连一个眼神的交集都没有 陈十三看着高不可攀的女主角 瞬间有了未来女友的模样 可当她刚下定决心要出人头地 爬到女神身边时 万启文和吕颂贤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这个消息又如晴天霹雳般 把陈十三正醒了 原来公主身边只可能是王子 陈十三多想万启文 在她没有出人头地之前 一直保持单身 但这个想法太可笑了 即便没有吕颂贤 万启文也会有大批的高富帅追求 为了让女神不被人取走 陈十三下定决心转型 要挤走吕颂贤 除非她是导演或者编剧 陈十三还是有两下子的 转星之路玩得相当丝滑 为人肯定的结果也让她越来越努力 没过多久 她编写的剧本就被高层看中 决定开拍 导演问她 创作剧本的时候有没有女主的雏形 陈十三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万启文的名字 可惜第一次合作 万启文并没有和她过多搭话 但至少万启文知道了 这个奇貌不扬的男人名叫陈十三 也许老天都想帮她 陈十三第一次和万启文合作之后 就和吕颂贤分手了 这种巧合差点让陈十三产生错觉 以至于后来谈起此事 万启文以为是陈十三做了手脚 万启文和吕颂贤分手后 并没有注意到她 而是投入了真子丹的怀抱 那时的真子丹派完金武门后 不仅身价翻倍 还成为很多女生的梦中情人 万启文也是爱她爱到发狂 就当陈十三以为此生无缘之时 万启文和真子丹又分手了 点关注 咱接着往下聊 万启文在亚时拍戏 几乎没穿过裤子 大冬天都露着腿 生病还不让请假 差点把她搞出抑郁症 还好在她人生最灰暗的时候 陈十三不离不弃地守护着她 万启文以为自己会嫁给真子丹 没想到最后却是陈十三 当真子丹为了事业 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万启文 而陈十三为了许万启文 义无反顾地发展事业 一个只想让自己稳定 一个只想给她稳定 陈十三对万启文的爱好四春泥 只为呵护你开出下一个花季 1998年为了让女神振作起来 陈十三费尽心力 编写了我和姜氏有个约会 这次的陈十三终于有了 和女神面对面的机会 如果你看过这部剧 陈十三在台词里 给万启文埋了很多小惊喜 她还不惜把自己的名字 刻在墓碑上写在剧本里 这些甜蜜的暗示 让万启文终于看到了 闪闪发光的陈十三 终于在江约的进宫宴上 陈十三大胆向万启文表白 因为距离已经铺垫了好多 万启文满眼泪水地 答应了陈十三的求爱 虽说两人结婚至今都没有孩子 但这段舔狗式的狗粮 我却一直知道现在 婚后万启文还是会爆出种种绯闻 毕竟以为这个职业嘛 避免不了 但陈十三总是默默呵护 不插手 不过问 不评价 她想演戏就去演 她想退圈 陈十三就陪她来内地定居 虽然他们在外人看来算是闪婚 但陈十三一直偷偷爱着万启文 她想干啥她都懂 看来小奶狗 小狼狗 小猎犬都比不上小甜狗啊 婚姻是什么 也许没有一件钟情的悸动 但有细水长流的永恒 很羡慕万启文 初恋遇到了吕宋贤 热恋遇到了真子丹 结婚遇到了陈十三 这个女人究竟有何魅力 点关注 咱接壮下聊 港圈流传这样一句话 舒奇的嘴 万启文的腿 所以一个圣死美少女战士的马小林 一定是穿着超短裙的万启文 这个圆脸单眼皮的第二眼美女 带着亚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当年TVB炙炸风云的时候 万启文成了唯一能抗衡TVB的演员 曾经亚氏为她一年打造六部戏 工作强度大到无法想象 她曾对着镜头崩溃大哭 求剧组放过她 好想回家睡一觉 但剧组收拾率全指着她 于是导演哄着劝着买最好的吃的 让她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为了凸显美腿 大冬天的亚氏让万启文穿超短裙 冷了她双脚放进烫水里 都没有什么感觉 就这还要做高难度的打戏调威呀 万启文经常受伤 气得她带着妈妈去找律师和亚氏谈解约 但高层不肯放走这棵摇钱树 眼看TVB虎视眈眈 亚氏连红带片 可最后还是没把人留住 眼看亚氏的摇钱树要来了 TVB张灯结彩的欢迎 派出收拾福将欧阳振华去迎接 自她来TVB的日子 确实拍了几部较好的作品 可惜无限的人气也不复当年 拍完最后一部活迹办大事后 她就和老公转战内地 过上了闲雨也喝的生活 万启文这辈子最值得的 不是拍了我和江氏有个约会 而是遇见了陈十三 你认为呢 评论区聊起来 想看江约的新我粉丝群 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了 博主自然免费送啊 一起来看吧